灵魂的力量成就生活的美学 大家好 我是觉醒研究所的舒晨老师 那么接下来就由我来带给大家 七月份有什么讨话讯息要指点给大家呢 那么让我们闭上双眼 一到三 你心里浮现的是哪一个数字呢 选好的话 我们就事不宜迟 赶快接着看我们 七月份要给予我们什么样的 桃花爱情提点呢 好的七月份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 我觉得这边桃花能量很好 有到八十分 那么主要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有一个重点 就是要主动积极 那么你可以积极的去参与活动 或者是积极的去规划活动 然后让别人来参加也可以 这样就也会提升你的这个桃花能量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我们七月份要注意自己的饮食身体健康 可能就不要吃太重口味的 然后太重咸的东西可能就比较不适合你 多喝水或是多补充蔬果啊 可以多加速自己的代谢的话 可以帮助你就是整个人的精气神能量 会调整的比较顺畅比较好一点 然后这个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这个能量 就会去吸引到别人来注意到你 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牌的能量很好 那么就是多积极多主动的去向外拓展 一定要主动踏出你的舒适圈 然后去尝试你想尝试的 比如说一些所做的课程 或者是有什么学习的课程 或者是朋友的邀约呢 或者是很久没有见的朋友 然后可以把他们约出来 可能在这个约出来的过程中 你会因为比如说别人跟你讲了什么 然后你就发现自己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或者是别人会因为看到了你 然后会觉得说你有什么特质 然后在这一次的过程被看见了 所以他们就会帮助你可以去更加的了解自己 然后去把自己的个人魅力给放大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送给选择一号牌的朋友 好的那么在七月份的桃花讯息 我们选二号牌的朋友啊 主要关键字的话 其实是你们要去找到自己的安全感 那么再不要想太多 因为感觉七月份会有比较想很多的能量 然后这边的讯息是说 希望你回归到比较基本面的方式 就是为什么你会缺乏安全感呢 是因为没有自信吗 那我们就可以去多学习一点东西 帮助自己增加自信啊 回归到自己身上 然后从自己身上去累积你的实力能力 或者是有哪边不满意的 比如说你对于你的皮肤啊 或者是你的痘痘啊 是比较没有自信的状态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医美啊 或者去看医生啊 可以在这个月去做调整 然后其实分数还不错 有在58分 那么你去找到可以帮助你拥有安全感的这件事情 比如说你的皮肤变漂亮了 然后你因此有了安全感 或者是你对于你调整的这个体态 你感到满意了 你去找教练帮你练身体 然后你感到有安全感 那么这个的话都会帮助你的能量提升 然后因此你的这个淘化能量就会跟着往上走 所以我觉得选二号牌的朋友 很重要的是你们要去了解一下 自己为什么会 比如说会想很多 然后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哪里不够好 那到底是哪里不够好呢 我们就是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去帮自己整理 然后并且你可以去 从中找到自己最缺乏安全感的那个是什么 然后我们再做调整 有一点点难度 可是如果你做了会很不一样 你会感到很安心 整个人状态会很放松 那么它会是一段时间的调整 它不会是立即马上的 可是在七月份会有这个能量来帮助你 要来就是重新找回自己 到底缺乏的是什么 为什么我会自己这么没有安全感的来否定自己 或者是为什么我走的每一步都这么的没有自信 那么我的自信可以如何建立 这个是在七月份对你们很大的一个考验哦 好那么以下的话就是送给选二号牌的朋友啦 好的我们在七月份选三号的同学啊 你们的桃花分数在七月是55分 跟第二组牌差没有多少 可是你们的主题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我们在二号牌的话主要它讲的是安全感嘛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三号牌的同学 你们最重要的是要去找到自己热爱喜爱 然后你会有共鸣的东西 比如说像我之前有遇到一个个案 他看到了极光 那么他就会很感动 这种感动也是来自于他热爱喜爱这个 比如说大自然的环境啊 那喜欢这个氛围啊 那么你喜欢什么呢 你热爱什么呢 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你喜爱的事物 你喜爱的 比如说某一个区块 像比如说呢 我自己好了 我觉得我比较热爱的是在灵性这一块 比如说我去跟我的朋友啊 跟我的同事聊灵性的话 我就会觉得很有热情很有热忱 所以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做很久 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 我就发挥了我的个人魅力 因此我觉得你们很像是需要去寻求这个 你在热爱你在专注的那个当下 会去提升你的个人魅力 你也会因此获得安全感 有一点像是前面那一组是 要去探索自己为什么会没有安全感 然后去提升自己能力 可是这边的话是你透过你热爱的东西 然后你更加奠定了你自己很安心的这个区块 因为这个好像本来就是你的天赋 你热爱你喜爱的话 那其实你也是会做的比较擅长的啦 不会那么的困难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 它就是可以帮助你在 比如说假设你对料理很喜欢好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来考虑做一个料理的YouTube 可以去推播自己啊 或者是那种reels啊 短影音啊 然后去推销自己 就是可能在做这个过程中 你也结合了你的兴趣 然后也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去看到 然后并且分享你热爱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起心动念的话 它就会去帮助你提升你的这个桃花能量 好的以上就是给三号牌的七月份桃花讯息啦 那么这边我要来推播一下我的桃树检测 桃树检测的话 它很简单 它就是我会进到你的桃花园区 那每个人桃花园区都长得不一样哦 它可能有些人它是 我会看到它是外星人 有些人是太空人 那么有些是很古风的 然后或者是有些是很像那个红星皇后 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那种场景 那我就会根据我看到的去描述你的状态 然后再来跟你去分享说你的事业 人缘 姻缘 贵人跟小人 那么这几个桃花树 它们个别有什么状态 以及你可以怎么去调整 那么我觉得在讲到小人的时候 大家是比较有共鸣的啦 那大家会最好奇的是自己姻缘的部分 好 那讲小人为什么会有共鸣呢 是因为当我们的权益或者是我们不舒服的感受 去受到影响的时候 这个你就会想要去解决嘛 所以在这边有时候就会看到说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啊 然后他就说对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去协助处理 去帮你出笑人啊 然后帮你解决你当时候被干扰的状况 这样就可以去整体的让你的整个状态变得更稳定 然后不要去烦这些烦心事这样子 好的以上是我的桃树检测 那么我觉得他还蛮有趣的 如果还没有体验过的同学可以来体验看看 好那么以上就是这个月给大家的祝福 然后还有提点以及推波拉 感谢大家的观看